这世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相逢,每次遇见都是因果的安排,缘起缘灭缘中尽,花开花落花归尘,无论正缘孽缘都是缘,若无相欠怎会相见呢? 在阴光大师78岁那年,有一位居士到豹国寺去见他,请教了大师一个问题,问题内容是这位居士所在地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,那里曾经发生过一起车祸,客车里坐了四十几个人,司机夜行开车不小心从山路上冲到了水里面去,四十多个人包括这个司机都均无生还。 第二天,很多人就去营救时,却发现江边的岸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,于是大家就问,你是怎么回事? 这个女人正是事故车上的一名乘客,其他人都不幸去世,只有她逃出生天,但她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岸上呢? 她说不清楚缘由,问她什么也是一问三不知,但是她确实是在岸上,甚至身上都没有事,这个事实大家都难以理解。 当地报社都作为一个奇闻进行过报道,所以这位居士就把这桩奇闻拿来问映光大师到底怎么回事。 在场的也有其他人都听到了,但当时的映光大师没有怎么回答,只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,映光大师让侍者给居士带去一个纸条。 映族写了几行字,大概意思就是此女命不该绝,佛天鬼神已经把救她的方法预先准备好了,想必如是。 寥寥几语包含意味无穷,一个人如果素氏有很大的善德,他就不应该遭受供业,可能有他特殊的别业,但这一次他不该死。 于是,就会有善神、佛、天鬼神来帮助他,会救他。 当车冲到水里的时候,作为凡人的他是绝对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的,这是供业。 然而,摩天鬼神有天生神力,用一股外界力量把他送到车外的岸边上。 世间的很多因果就是这样的原理。 在这张纸条上,印组还用很平淡的语言讲述了另一个事情,是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。 山东有一个寺院建成以后开光,开光庆祝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,很多人都去了。 其中有个居士,他带了一个小孩也去看大戏。 到寺院里面,他没看到旁边有口井,小孩调皮,奔跑着坐在井檐上,还没来得及阻拦,孩子就扑通一下掉到了井里去。 这下大家都慌了,做父母的赶紧派人用竹杆打捞。 奇怪的是,井并不是很宽,却没有感觉碰到人体,感觉里面根本没有掉进去的孩子。 就这样,打捞了很久也没有下落。 做母亲的很伤心,却没想到,回到家里居然看见自家儿子睡在床上,全身都是湿的。 因为这件事,所以他特意出资在那口井旁边盖了个亭子,立了一块碑,叫圣井。 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吗? 但是,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事情。 这种事情就被称之为业障。 每个人都有业障,有些业障只和自己有关。 有些业障就会牵连到别人,或者是和一群人一起受难。 这个全体遭罪的灾祸业障,我们称为贡业。 在大的贡业中,我们可以放眼到地球上的灾祸,如地震、龙卷风、山火。 小的贡业,很多就发生在一个家庭中。 而这种小家庭的贡业,往往会让普罗大众烦恼重重。 一位佛友询问我一件事,他说,他有一个信佛的男闺蜜,有个看上去还算可以的家庭。 但是有一天,他发现自己的父亲背叛了家庭。 在男闺蜜的追问中,父亲承认了这件事。 人大多有愧疚之心。 但这之后,父亲却又多次背叛家庭。 为此,男闺蜜痛苦不堪。 如果因此和父亲打架,也是不孝。 如果让母亲知道,家庭肯定破碎。 佛友希望我因此写些什么,来给那位男闺蜜看看,让她有所释怀。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果。 每个人也都有与他人周遭的贡业因果。 恶人因果的时候,受罪只有一个人。 贡业因果的时候,一堆人一起受罪。 比如天灾人祸,这就是贡业灾祸。 而这位佛友所遭遇的,就属于贡业因果的一种。 家人之间最容易有贡业。 一个人的错误往往会牵连一家子人。 那么,贡业要怎么解决呢? 答案是,先把自己脱困出来。 贡业,虽然是大家一起要面对的业员业力,但是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受体。 分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的业力。 先把自己那部分业力解决了,状况就会好了很多。 然后再说别人的部分。 这位男闺蜜当下要做的,不是去打父亲一顿,更不是向母亲去告状。 事实上,这两种做法对事情本身并没有任何好处,甚至可能使事情变得越糟。 那么,应该如何解决呢? 在我所知的方法中,念经执咒的修行是最简单的,也是最能在不违背因果的前提下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这个方法可以使痛苦和迷茫的感受消散。 此时,属于男闺蜜所要承受的业力部分就已经化解了大半。 因为这种看父亲背叛家庭的痛苦感受,就是他作为贡业边缘人士所要承受的一种业障。 因为念诵了一些经文,人的周身磁场和射招力就会不一样。 这个时候,你可以再和父亲好好谈谈,也许会发生不同的效果。 当然,也可能最后结果一样。 父亲还是任由自身的恶习发展,和外面的恶缘女子持续着某种关系。 这时候,你只能让他去。 人生在世,只有三件事。 自己的事,他人的事,老天的事。 我们能管好的,只有自己的事。 即便是面对父母和子女这样亲密的关系, 你也要知道,那都是他人的事,我们无权干涉。 听上去很冷漠,但却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状态。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,个人因果只能个人了。 我们至多是从旁相助,但不能越祖带袍。 从旁相助是什么意思呢? 又分为以下几个方面。 如果母亲知道了,心情大为悲伤, 作为孩子应该多加安慰,帮忙疏解开导。 二,努力念经持咒,将所念诵的功德回向给父母, 并希望他们之间恶缘化解,善缘增长。 三,事情若一直是隐瞒状态, 母亲能一辈子都不知道,你就让他一辈子不知道吧。 不必刻意揭穿,这样反而能快乐地活一辈子。 做到以上三点就够了。 反过来,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婚姻也应该如此。 不要过多干涉,好或者不好,让每个人自己去面对, 只能从旁相助,不能代替孩子做决定。 我之前看新闻,有个女的,被同居男友用锋利器械造成60多处创伤, 醒来之后却对警察说,我们是真爱, 还要警察放了那个男人,他要和他白头到老。 如果你是这个女孩的父母,是不是揪心地要命呢? 是不是会冲上去把孩子关起来,不让他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联系, 以免下次真的丢了性命。 这是人之常情,做父母的大多都会这么做, 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。 这是因为,人在业力牵涉下,脑子就完全糊涂了, 旁人能看懂的利害关系,他本人就会看不出来。 这种人,看一堆垃圾,也会觉得和樊高的抽象画一样, 充满艺术气息。 父母如果强行拆开,只会使孩子多生怨气, 一辈子都怀恨在心,觉得父母毁了他这辈子最美好的爱情。 这个时候,有些父母或许就会说, 我就算是让他恨我一辈子,也要为他做出正确的决定, 把他导向正确的人生道路。 对不起,别想太多了,我见过类似这样的社会新闻, 最后那个孩子选择了跳楼。 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 父母根本无法承担因当初的决定导致的后果, 除了哭和后悔,别无他法。 要真正帮助家人,绝对不是直接介入到他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业缘关系中, 然后偏帮一放, 这没用, 旁人只能以旁人的方式去帮助事件的主角。 其中,我们最推崇的就是, 用修行佛法的功德去回向自己的孩子和对方之间恶缘消除, 善缘增长。 人会做错事,背后都有业缘业力的影响。 修行佛法的功德可以彻底改变这个部分。 只要这个部分改了, 一切人事物就会跟着好起来。 这就是我们能给予自己关心的家人最好, 最根本, 最彻底的解决方法了。 佛法是修行生死解脱的道理与方法。 人生苦短, 生死势大, 少操闲心, 莫说闲话, 干好分内之事。 人生不是靠心情去生活, 而是靠心态去生活。 水盐寸草心, 报得三春灰。 在所有人类特质中, 孝道是第一位的。 因为如果没有父母的抚养, 此时此刻就不会有我们。 因此, 我们必须有孝道, 而孝道是最基本的生活原则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 感谢您的观看。 愿道德、慈善、福醒、 敬寅一生。